這是你的房子嗎 對 這是我的住宅 你的房子有多大 要有一個玩具 在你的房子裡有一個玩具 讓王佳爾也嚇歪的豪宅 就是追追雀雜思一多買下 200零九瓶的內湖豪宅 長紅天喜 林俊傑對台北方產情有獨鍾 光是內湖他就投資了7個億 俨然是演藝圈的內湖王 因為這裡有高度隱密性 也是媒體重鎮 要上班趕錄影 對藝人來說非常方便 說內湖是台灣比佛麗山莊 一點也不為過 因為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金曲歌王 也有機會碰到亞洲舞王 我自己家裡面有整排的鞋牆 也有整間房間的鞋 總共算下來應該已經過1500 說到近30年的小鐘羅志祥 陸續在內湖美國在台協會對面 文型配IT買下私戶 照下各兩戶打通便超奢華樓中樓 除了有比超電還狂的鞋牆 公仔專屬小房間 景品牆還可以在家吹冷氣 開車兼玩高爾波 要裝下這些高檔娛樂的豪宅 要價自然等不一般 274坪總價4.8億 賣贏家的BONUS就是除了小助 還可以和和聰明夫妻 和憲哥當鄰居 我的房子還蠻大 2000大通 他也蠻多的 65坪 65坪 隔壁也65坪 135坪 我住一個人嘛 除了剛剛提到的文型AIT 總價2800萬元到4900萬元的豪宅 Victor家裡也有憲哥的份 人家是狡兔有三窟 他光是內湖行山路這條街上就有石窟 如果是單身狗的你來到Victor家裡 還可以順便體會一下粉紅泡泡 因為這裡有不少明星Copple 包括王伯傑 血腺影 還有趙又婷 高圓圓 如果再多走幾步路 也能順便跟趙馬克的老爸 趙樹海打真招呼 接著來看到的是Ella 共唱歌又懂買房的她 在內湖的家也不少 有百平別墅豪宅力持會 另外在2021年 又以總價2.3億億元 買下內湖737巷 美食商圈附近的壁湖畔 每平均價約140萬元 超高樓層可以眺望壁湖公園的水岸景觀 在都市中腦中取盡 他們參與大小混沛的天賞 全食堂彩餐延遭 雞物公園會飛車 在天賞期間 最新的大小川伯爭